现在可以说是北京的外交黄金州 元首峰会的黄金州 你知道习近平忙翻了 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了 东非国家厄力垂亚吗 对不对 对于这么一个经济量体很低 然后也不算大的一个国家 习近平给予高规格的国事访问 打头阵 接下来还包括什么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 都是国事访问 你知道国事访问那一整套下来 真的蛮累的 从人民大会堂什么接见 什么二十一奖礼炮 什么教育部队 到晚上的国宴 一整套下来真的是累翻了 所以你就知道习近平有多忙 这边土库曼不是国事访问 是双边会晤 然后十八号十九号 就是明天开始两天登场在西安 当然西安是古都 大家知道彭丽媛也会来 习近平夫妇两人会为这五五国领导人的夫妇 夫妇都到齐了 举行别具特色的欢迎仪式晚宴极度盛大 另外西安也开通了土库曼跟塔吉克的航线 有没有 在此之前航线全覆盖 还有哈萨克跟中国 还有免签的一些协定 相关的文件草案 早就已经公布了一个星期六个元首访华 真的是忙到炸 帅将军 因为尔崔利亚先开了一个例子 最穷的一个国家受到这样的接待 其他国家是不是欲有荣言也去了 我想各位在这边谁挖谁墙角都搞不清楚 我把这个历史梳理一下 中亚这几个国家其实跟中国早就有关系了 唐朝设立都互服的时候 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附庸国 这是第一个 元朝的清查汉国也是统领的这一个地方 只有沙皇攫取的时候 把这些国家统统拢在一起 为什么俄罗斯叫苏联 它是16个联邦国家 把这16个你念一念你就懂了 今天这个C5加1就是6个国家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你再数一数 包含这个罗马尼亚 爱沙尼亚 波兰 芬兰 立陶宛 匈奴 白俄罗斯 这些当年都在苏联的联邦里面 二十大战这些国家都替苏联抗俄 抗苏 抗这个德国立下汉马功劳 二十大战完了以后 苏联玩什么把去让这些国家离心离德呢 那时候毛泽东应用几百粮食去换到谁啊 俄罗斯把这个捷克的拖拉机给你 他在中间两边博血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附庸国在二十大战以后经济不好 然后被俄罗斯压榨 所以再看到西欧的繁荣 才会有乌克兰才能五次东扩 这些国家通通跑了 那剩下一天没有跑的就是中亚这些国家 因为地理位置跑不掉 跑不掉 跑不到西欧去 就长在那里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再去找回这些老朋友 我讲一个故事你们都不相信 唐朝的四人李白哪里人 特殊人 特殊人在哪里 就在吉尔吉斯 那时候安息都护府 对嘛 安息都护府里面很多这些国家 五胡乱华 这些胡人都到中国 融入中国的血统里面 所以今天习近平回过头来 把这些国家招回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中国大陆有基础建设的实力 有投资的实力 刚好俄罗斯垮下去 这些国家怎么会不受吸引 哪需要 当然需要 美国鞭长莫及 你来一次访问有什么用 中国大陆把铁路盖过去 对不对 投资盖过去 你的矿产我买 谁优谁劣看得出来了 这个不要讲说谁挖谁了 俄罗斯 而苏联跟中国大陆不是没有矛盾的 所以以前这是卡这个卡那个 现在是利于未来要靠中国的接济了 慢慢放宽了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趁机向这边 向西扩 那是合理的 而且顺理成章的 而是势所必得的 所以这个 我们把这个历史这样一看 跟现实的条件比一比 人没有跟钱说不过去的 对不对 那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 你今天讲 他有很多劳工是在俄罗斯汇款 对不对 你再看台湾以前不是越南劳 印尼劳 菲律宾劳 等到他们经济起来的时候就不来了 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 将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投资 让他经济繁荣了 那才是跟俄罗斯就彻底脱钩了 自己国家有工作做了嘛 何必去当外劳 这个你看印尼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越南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菲律宾也是这样子 这个所以 我们看往后看 中国大陆经济只要起来 经济霸权起来 这些国家势必要符合 一定符合 好这个 所以我说看新闻事件 我们除了多点 看各个事件之外 这个帅将军特别给大家补充了历史 从历史的书里来看就很清楚了 寒冰你也谈一下 谈一下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礼拜可以说是元首黄金周 那我们看到从这个厄力垂涯 我们昨天有特别大谈了这个国家 虽然它的这个国力 这个又小又穷 但是中国大陆怎么样 国事高规格的接待 一整套下来 21奖礼炮 完全没有这个落掉 那另一头 此刻马上这个G7也要召开了 所以对比非常强烈 我们看到所有媒体都把它 中国中亚峰会跟这个G7 两个比较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现在就是新冷战状态 所以各自拉帮结派 那大家各找各的盟友 然后互相跟对方别苗头 那G7就是美国的主场 所以本来应该只是一个经济的协议的 这样一个会 它现在不要搞成制裁中国大会 我们稍后就会谈到这个 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G7 但韩兵你看 为什么中亚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这么重要 其实布林肯在二月的时候 就急厚厚的跑到哈萨克 也开了一个C5加1 美国一定要 因为美国看出来这整个形式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衰退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会进去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 那美国因为刚在阿富汗吃了个大亏 所以他在短期之内 他恐怕没有办法 把他的实力伸展到那边去 那他当然要想去办法 运用外交的方式 看是不是能够挡一下 就是挡一下 尽量把中国大陆挡在外面 可是没有这么好挡 因为光靠嘴巴是没有用的 那美国现在没有办法 给他们实质的援助 也没有办法让他们靠 像中亚这几国呢 过去一直都很想离开 只是因为俄罗斯实力太强 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现在刚好俄罗斯衰落下来了 那中国大陆的实力强起来 他们就趁这个机会 你看普丁过去是一直挡 不让中国大陆把触脚伸过来 现在普丁挡不住 而且普丁现在也需要中国大陆 所以他必须要开以部分 但是俄罗斯说真的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那么好进去 只是先让他们开头的接触 那对中国来讲 他本来就已经在这边经营很久 你要知道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 从第一次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联在跟阿富汗打的时候 中国大陆负责帮美国把武器运给阿富汗 去打他们的 其实每个国家各自有各自国家的利益跟战略 那所以现在形势已经转变了 他当然这样做 那非洲这边我就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非洲刚好跟大洋洲来做一个对比 大洋洲是中国大陆现在的势力要进去了 美国急了 你看本来拜登这一次 要去澳洲之前还要先去巴牛 为什么 因为他要重新巩固 他在大洋洲这些势力 想要不要把中国的势力挡住 那在非洲这边呢 换美国是个进攻方 因为他把非洲这边丢掉很久 他现在发觉中国大陆在非洲要起来的不行 已经巩固住了 他要赶快再去裂解 那所以对在非洲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现在变成防守方 也就是我怕你美国又进来捣乱 所以我赶快即使是一些 在国际上也许不是那么强大 不是那么重要的小国 他还是给他相当的领域 目的干什么 就是继续融络 因为中国大陆在非洲 已经经营好几十年了 他绝对不会让美国有可乘之机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 那美中互相各自在各自的地方 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所以接下来这几十年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看到 很多过去冷战时代的好戏 又会重新上演 我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秀芳问说 为什么美国开始这么重视这个中亚五国 其实我刚才有讲到 说中亚五国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它的地缘位置 可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跟亚投行 解决了中亚五国最根本的问题 这就是刚才这个帅将军所提到的 中亚五国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地缘位置 就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它是想要把亚洲 欧洲跟非洲整合在一起 这是美国无法容许的 今天美国之所以要发动美中争霸 是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一旦成行 那么美国的国力将会大为衰弱 而且会大为被排挤出这个世界的舞台 所以你如果看地缘政治上 就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这个陆路上 它三条路廊 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过中亚五国的 所以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等于是在中亚五国进行这个巩固阵地战 这是为什么布林肯要去拉拢中亚五国的原因 就中亚五国如果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就受阻了 它有一条路线就过不去了 那么可是如果没有 那么中国大陆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对中国大陆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感 除了刚才帅教授讲的这个长期的历史因素之外 当然还有利益的因素存在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来说 中亚五国其实算是最买单的 因为只要有这一带一路 中亚五国所有的原物料 它往西可以运到欧洲 可以运到了非洲 往东可以运到亚洲 对它来说它是绝对得到最大好处的 而且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油气也是一个问题 中亚五国的油气运藏很丰富 那过去大陆来讲要靠海陆 那现在呢打通的人是陆路过来 所以中国大陆是它最大的客户了 对所以这个双边都有这个 供需的一些这个问题 以至於 在深 MX湖上 czenie europse YouTube tienes 你们订阅 你不介意 eny 有 你 Brew 我 有 products 索 你 你 'D